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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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前面主持人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比赛的情况了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盘棋局 这盘棋应该说是实力排的一个对决 孔杰和陀嘉西都是中信北京队的队友 他们之间实际上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这两位棋手确实也都在业内营用个很高的人气 我们不多说 还是先来看棋 这盘棋手术也比较长 也确实很精彩 是的 黑棋是陀嘉西 对 这陀嘉西其实年龄是很小的 今年只有21岁 是90后 91年出生的 比孔杰要小9岁 但是人称陀佬 对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可能比较关注我们围棋界的这些去世艺文的这些奇友 也会对陀嘉西的很有趣的外号来历有一些了解 他小时候喜欢留一把大胡子 15岁的时候留一把落腮胡子 这个确实是看上去非常的成熟 我记得陀嘉西比我小十几岁了 小更多 但是那时候我跟陀嘉西走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年龄比我大 这个确实是叫陀佬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这个奇 第二手站这个角还是有点少见 有点少见 但是这时候奇站角除了心情上以外 一般来说这个是黑棋的右下角 一般是留给黑棋站的 但是白棋抢在这个除了心情上的原因以外 还多少有一些道理 因为白棋抢完这个角以后 黑棋就不大可能会形成这种奇了 黑棋想形成这种新小木的这么一个新无有角的布局 就形成不了了 所以从心情以外技术的角度来看 孔节实战站这个角多少也有一些道理 他可以根据黑棋选择右上角 你是选小木还是选星位 然后他决定在这个角他怎么选择 这也是他选这个角的一个想法 是的 黑棋现在下的是星位 是 白棋二连星 然后黑棋走这个 我没有摆错 没有摆错 确实没有摆错 这个是中国流 这个应该叫它什么 这个就不知道了 是 这有点像这个迷你中国流 原来都是拆在这儿的 比如说小木这样挂过来之后 对以前有这样的棋 然后白棋应一小飞 是 这个棋还是挺常见的 是的 后来演变成这儿了 对 这个就有点像类似的吧 这个棋 我们在很多次的讲解中 也跟大家介绍过 像不管是拆在这儿还是拆在这儿 反正其实都是一盘棋 其实邱淡宇我觉得 我最近也在创作一些自己的 在写书 或者说也是在讲很多棋的过程中 有一些思考 我觉得真是进入到新世纪的围棋以来 大家的棋都变得非常的自由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的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棋 我们看到 这棋一般来说 中国流肯定都是走在这儿的 也有走在高位的 对 但是实际上我在前两年的实战的过程中 维甲联赛上 我的对手 我的对手 一个山东 有一位要逃兴的年轻人 他就跟我下过这个 他拿黑棋头车就走在这儿 他下在这儿 他就走在这里 这个也很少见 也很少见 总之除了中国流正常的高低中国流之外 不管是走在这里还是走在这里 其实都是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但是现在的棋确实非常自由 尤其是年轻棋手 对年轻棋手来说 下在哪儿其实没有一定之规 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没错 是 如果我们小的时候 我在想 我80年代学棋的时候 如果我要下来这里的话 肯定会被老师骂 一定会被老师骂 老师会怀疑你是不是记忆地不大好 所以导致你后来就不敢下这种棋 我还真的不敢下 小时候的阴影比较强大 确实我们那个时候 是受日本围棋影响比较深刻的那么一个年代 对 如果你下棋过于天马行空 当然过于寻规岛剧也不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连这种棋 你都敢摆错位置的话 老师一定会批评你 现在也没有这个说法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 不管是下来这连下这 一句话 简单的形容 胜负不在这 没错 胜负不在这 至于陀佳西 他为什么会觉得实战的回差一路 比中国流要好 这个只能问他本人 我们这个揣测不了 可是就从一个小的细节能够看出 现在的棋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原来很多觉得不能下的 不可以考虑的 现在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棋盘上 而且甚至下的这个他还能赢 这真的是厉害 对 是的 从基础角度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可以给大家介绍的 但是确实他能够把棋下来这里 本身也证明了 陀佳西是一名非常有这么一个锐气的年轻棋手 很自信 白棋拆这个 这个是常用的 是啊 很普通 黑棋小飞 黑棋小飞实际上这样的棋我们见的很多 在中国流的时候 黑棋不先去挂白棋的脚 先去小飞来扩张自己的模样很多 那么相对于这个局面也不好说什么 总之这个棋肯定大家也都明白 肯定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 这边显得太空旷了一点 一般我们讲棋的时候都说 站一条边的时候最好站到中心点 最好站到中心点 这样的话一子两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比较容易发挥出来 他这个就有点过于偏重这边了 过于偏重这边 那他小飞可能也是为了弥补一下刚才的一个缺陷 是的 好 这个都还不是很重要 白棋小飞 依然小飞 然后黑棋分头 白棋这个小飞实际上是有选择的 对 可能换某一位棋手 比如说罗喜和同志 他可能会走这个 因为我看他下这个 对方在下中国流 他直白的时候 他这么下的时候挺多的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方向上的一个选择 如果白棋站在这里 那黑棋估计会挂脚 白棋跳 黑棋拆回来 这样的话 比如说白棋再拆 这个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对围模样的局面了 另外一种格局 跟我们实战会看到那个棋 是完全的另外一种格局 他实战的这个小飞 其实语言非常的明确 就是他不喜欢不愿意跟你形成刚才那样的一个局面 对围模样的局面 因为孔杰的棋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他是后半盘功夫比较扎实 然后比较沉稳 比较喜欢后发指认的棋 对于他来说 像刚才那种大规模的集团性的作战 可能不是他特别喜欢的局面 这是一种未来格局的选择 然后白棋拆这边 这个拆的方向 现在到底是应该拆这边 还是应该拆这边 对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 好像也没有 就是说因为一眼看上去 好像应该逼哪边 没有这样的 没有 但是我们从他实战的选择 可以替他揣摩一些东西 我觉得孔杰肯定是这么考虑的 像再来比较 就是白棋实际上是均衡的 这边也是两个子 但尤其这边比较宽 适合为模样 所以他从这边逼 显然有这么一个优点在里面 同时如果我们暂且不看这边的子 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子相对薄 这边是两个子相对厚 那么实际上从薄的地方逼 把对方往自己厚的地方去驱赶 这也是符合其理的 所以当然逼这个其实也是完全可以下的 对 我觉得好像也很正常 不会是坏期 但是既然孔杰下了这个 我估计他当时心里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就是去推测他的想法 这边把黑棋往后的地方赶 应该也是非常符合其理的一件事情 黑棋下了一个很稳健的拆 对 这棋 有没有心情拆三呢 有心情 很有心情 我在想 其实因为孔杰和陀佳琪可能也比较熟悉了 对 他们之间经常会在一起拆棋 像对这种拆三打入之后的变化 可能也都互相比较了解 互相越了解 实际上就越忌惮 是的 往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无知者无畏 知道的越多反而就越害怕 原来可能蒙的头一下就下了 现在对对方越了解的多 可能就越不敢下 这个打入呢 确实变化比较复杂 拖底下 拖 实际上这个棋 由于现在黑棋是蒸姿有力的 实际上拖的时候呢 白棋这个是不是能搬起来 还要斟酌一下 比如说这样下 是这样 对 这个变化呢 应该说是打入拆三的时候 非常常见的变化 那这样打吃先手 然后现在蒸姿有力的话 黑棋可以打吃的冲出来 黑棋打吃的冲出来之后呢 应该讲白棋也未见得就一定会有什么巨大的收获 后面白棋可能会搬 断肯定不行了 断就被蒸掉了 退的话呢也不太好 退的话人家一虎 你就算爬过这个脚被黑棋转身了的话呢 白棋也不太满意 可是最强的是搬 搬的话 黑棋接 黑棋接白棋大概是要再贴一下 那这个下法呢 确实难以判断 难以判断 比如说飞一下 这点你得爬过了 对 得爬过 那这样的话 黑棋可能先打两下 先把白棋打打中 逃出来 再打一下 大家也还心情很愉快 在小间一个补活 这个图难以判断 难以判断 可能白棋吃 白棋吃 但这样的话 黑棋先手活到脚上啊 其实也挺大的 外面就看清了 而且一路也力道了 以后这个是不是接 也可以考虑 这个拆至少变成先手 现在比如说 在拖脚进行腾脱 这样的下法呢 可以考虑 对于白棋来说 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总感觉呢 被黑棋转身转得有点舒服 尤其这里被打吃一下啊 心情上还多少有点郁闷 这是一个鱼形 然后黑棋这个子呢 是可气 也很轻 他至少以后 这个先手拆个大厂 估计你要补一个 是的 要补一个 那白棋这边 虽然红尾 但是有点一方控的感觉 对了 这个很难讲 没错 比如说白 黑棋可能拆一拆也可以 黑棋幅度也很好 这个很难说 不过陀佳希没有选择 这样的变化 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 这个白棋模样 规模稍微有点大 对 其实呢 开局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作为我们的讲解者来说 很难 很难完全了解 对局者当时在想 这个很难 我们只能够把一些 我们能看到的 相对常见的变化 介绍给大家 实际上呢 我觉得通过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图啊 其友们暂且可以不用考虑到底是拆二好还是拆三好 您看了我们就是摆的这个图 你学到一些东西就好 没错 就是知道拆三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样的变化呢 也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么你将来下黑或者下白的时候呢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不要下错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收获 对 至于具体的选择呢 那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水平的高低 是 来做出你的判断 其实像刚才的这种变化呢 中间的岔路口很多 比如说白旗甚至还白旗还有个先尖顶再打入的下法 那坚定的时候呢 黑旗有上场 黑旗还有下地的下法 我们不可能在一期结婚里 把这个所有的岔路的变化全都摆到 是的 常规的变化呢 可能是打入 对 打入的时候有时候拖 然后搬的时候 现在黑旗还有靠这个的下法 哦 先靠 其实这个变化呢 我们确实想来也很难完全的给这个大家都摆透 是的 总之他实战拆二的这种选择呢 相对稳健 相对稳健 那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稳健的下法呢 我觉得我们刚才那个判断的可能有一点点道理 就是两个人彼此熟悉了之后啊 反而不愿意在这么一个局部上啊 做过多的纠缠 就是越熟悉越忌惮 这么一个道理 看起来还是要把战线拉长慢慢下 是 那么后面这首棋呢 实际上啊 小战友我看 邱老师也是摆得很快 那实际上我对这首棋有点看法 哦 是吗 如果是我下的话呢 我可能会直接按照他实战的下法走 比如说走这里或者走这里 先拆一个 对 先拆 因为这两手棋的交换呢 实战这两手棋交换啊 我觉得第一有一点卖变化之先 本来比如说我挂完这个 你如果跟着手脚的话呢 我这个棋未必是从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尖 跟你这个跳交换的 因为黑棋跳完这个以后呢 对白棋这边的阵势啊 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白棋这时候再想扩张这个呢 就很难了 很难了 你想你如果要是砸钉的话 人家简单一跳阵 你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扁的空了 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再跟着他跳的话呢 黑棋不管点脚还是脱脚 实际上白棋这块棋都不好为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局面的话呢 我觉得黑白棋甚至可以考虑点 点完了盖过来 那么就把这个角的地呢 看清了 是 着重于外事的成长 实际上这个局面下呢 这个尖的木树价值虽然大 但是从跟全局配合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啊 大家可以细细的看上几秒钟 就是实际上这么一下的话 后面的定型大概是挖针 对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黑棋接的 对 是我们从视觉上简单一看 这个白棋就显得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生动 下面一手棋 如果黑棋不走的话 白棋再肩过来 同样是可以起到攻击黑棋的作用的 可是黑棋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跟着往里大飞的话 白棋在这边补一个 那这个模样实际上 对于黑棋来说也是 也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情吧 白棋不管是从局部的效率 还是从发展来说 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形状 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白棋的局面会比较生动 我觉得 对 所以说呢 我觉得啊 其实孔杰呢 因为我跟他也好多年的队友了 很熟 确实也非常的了解 孔杰呢 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呢 非常的明确 就是后半盘很强 然后这两年的中盘的战斗力呢 也进步的很快 包括他在10年的过程中呢 是10年到11年 他年多了三个世界冠军 这个很厉害 对 很厉害 很了不起 呃 09年到10年说错了 年多三个世界冠军 但是呢 那个他能达三个世界冠军的这个道理 其实我没总结过 他的中盘战斗力进步了 所以呢 他能够战胜古力啊 战胜李世时啊 这些 呃 是他获得世界冠军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筹码 对 可是呢 他的这个 在布局上的这么一个思路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深远 就是 相对于来说 相对于他的棋风来说呢 这种奸啊 是他特别喜欢下的棋 嗯 就是这个奸肯定也不能说 他是恶手啊 我们刚才 呃 在提一些我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呢 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奸的这个意义 对于孔杰来说呢 这部奸特别符合他的棋风 很坚实 而且有地 对 孔杰很喜欢这种坚实的棋 有实地的棋 他特别喜欢 尤其是呢 他觉得相对于这部棋 黑棋这个棋跳在五路上啊 嗯 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除了防守 就本身的木属价值是没有的 可是实际上在今天的这个局面下啊 看上去像单关的这首棋 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呢 恰恰是一部很好的积蓄力量的棋 正是因为有了黑棋的这个跳之后 白棋这边的棋不好下了 没错 走什么都很难选择了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呢 实际上虽然时空上有所得 但是全局上的这个损失呢 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我觉得呢 对于孔杰来说 可能是他技术上的一个盲点 不是特别注重这方面 所以这样的手续交换可以缓 可以等一等 实际上黑棋这个手续大飞 也不是想按动那么大 在现在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尖 我在想这棋王老师 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假如说这个棋 黑棋觉得以后这个跳确实很大 因为他点了盖过来 那么假如说他跳起来之后 那么白棋这个尖 还会不会尖是一个问题 也可能会有其他下法 有可能或者是撞上去 反正他已经跳了 你把它撞厚一点也没关系 总之呢 这步棋是很大的大厂 但是并不急 肯定不是急所 那这步棋实际上也是大厂 这两步棋 尖和跳的是AB剑合的大厂 黑棋并不吃亏 作为白棋来说 其实是有保留一个 这么一个价值在里面的 不着急 至少不着急 可以等一等 我们看先尖完了之后 这个棋多少有点不太一样了 然后白棋他实战的时候 再走这个大飞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多少有点能理解 陀加西实战的这么一个意义 就是他走在这之后 如果是这个棋在这里 白棋这个大飞的时候 黑棋一般多 还是要硬的 跟他硬一下 要不然下一手 白棋打入进来 确实还是比较厉害 他实战这步棋是放在这里的 那他就不硬了 他可以脱先 对 他当然是不是脱先 这是不是一定是他的思路 我们也不好确定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实战看出来 当他这个字在这里的时候 白棋挂脚 他转身去打入别人了 对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契合吧 就现在看白棋这几个子的位置 看起来不是很协调 刚才王老师说 人家跳起来之后呢 你这边的模样就不太好张了 是 因为本身你拆在高位之后 就是想金银模样的 又从这拆笔过来 那既然被人家跳了之后呢 你这边又不太好扩张 然后人家一打入呢 就很容易被人家把扣都破掉了 主要黑棋自己还是挺厚的 多了这个子以后 对外面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我们看白棋这边也不好下 被打入确实也不好下 只有盖 也只有盖 只有盖 这时候黑棋下的有点意思 黑棋实战是点三三 这个点三三确实 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手气 正常来说恐怕还都是挖 如果挖的话 白棋大概会把这个子弃掉吧 对 他肯定不会让他进去 是的 不会 这个局面看看白棋为什么不肯 这个要拐掉吗 拐掉吧 拐掉 拐掉完了就可以补的稍微的缓一点 可以补在这 这样的话 实际上黑棋打入吃掉这一个子 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黑棋变得非常的厚 而且收获了不少木 但是实战陀佳西可能觉得 相比于他实战的这种下法 这个棋在实力方面的效率 收获还不够大 因为白棋毕竟也获得了脚跟边的实力 是的 这个可能是拐加棋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客观来说应该也可以下 可以接受 可以下 对 这只是他不喜欢 只是拐加棋不喜欢 硬不代表的这个图就真正的不行 这个棋手在下棋的过程中 选择某一种下法 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随机的 就是跟心情有关系 是 也不见得 其实往往A和B都可以 对 而且尤其在布局的时候 A和B究竟是哪个更好 大家可能各执一次 根本就说不清楚 是 但他实战的下法 确实从实地的角度来说 也是很积极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他这个时候直接点33 这个下法确实也是 给白棋出了一个难题 给白棋出了一个难题 白棋他会考虑挡这边吗 其实我这个棋的第一感 还真的是挡 你想挡那边 我还真的想挡 挡 黑棋肯定是爬回 然后沾 白棋再给黑棋立 然后 跳起来 对 这个局面怎么样 你觉得 我还是比较赞成黑棋 黑棋确实捞了一个脚 对 黑棋 不过白棋以后 这个棋如果能搬粘到的话 其实这边的效率 也还是蛮高的 还可以 白棋这个头毕竟蒸起来了 那你想开一点 实际上就等于 你跳一下 我跳一下 然后黑棋点了个33 黑棋点了个33 这个棋等于是这样 等于我跳起来以后 你点33 我挡 你爬 我长 你飞一下 这样的时候 这样子去交换 应该关起不是很大 嗯 这个棋应该作为白棋来说 也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话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白棋不如我们刚才最开始摆的那个变化图好 现在我们来看 其实这手棋的价值不是特别大 对 可以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大厂都比这手机价值大 刚才白棋点了靠过来的那个图 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关键的这部棋跟那边的子配合的不够好 是 哎呀这个棋 确实我相信 孔杰如果在做选择的时候呢 第一个案也肯定是挺心痛 这个实地的 就像球单元你刚才讲的 你也觉得黑的还不错 对 所以他实在选择是这个虎 但这个虎的话呢 也很有一点痛苦的地方 就是让黑棋跳出来之后啊 外面白棋的这几个子的配置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这个显得有点怪怪的 当初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然后白棋现在还是很难选择 白棋有一种下法呢 是下的比较松缓一点啊 就是直接单逼住 单逼住黑棋可能会接 接住之后 接一下 然后这个对以后左右接 可能都是白棋的权利 但如果这样让黑棋活一个角之后啊 白棋其实原来本来可以经营一下的模样 突然间就被打散了 对 而且这个棋型依然不是很坚实 不舒服 这个棋型以后被立一下 尤其不舒服 是 还可能甚至要被搜刮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对于白棋来说也难以选择 确实很困难 如果不冲断呢 被人家粘上了 就活得很干净 但是这个冲完了以后啊 冲断 断哪边也是个问题 这个很头疼 就是在实战中的时候 高手呢 下棋啊 有一个特点 就是往往给你选择 对 给你选择以后 你就头疼了 然后这时候 他觉得他选哪边 他都不太满意 对 这个其实下棋 但是恰恰得利的最后 往往是自己 这个真的是很深刻 很深刻 其实确实 当然我们也说 人生如其 很多事情都可以进行沟通 但是像这种地方呢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小小的一个细节上 来阐述这种大的道理的一个范例 你看这个棋到底断哪边呢 这确实断哪边都有它的道理 如果断这边的话呢 可以把脚上吃掉 这黑棋的原则肯定是你断哪边 我就把哪边吃掉 是 然后吃掉 对 当然黑棋飞这个 黑棋飞这个之后 白棋这两个子的位置 显然也是 对 很不好 很不舒服 而且这个地方的角控呢 变得也 不是那么的大 甚至于以后黑棋可能 还是有点味道 黑棋不太满意 确实 这个很 很舒服的一个模样 瞬间就被黑棋给打散掉了 确实不开心 所以他选择了断里面 但是呢 断里面也是 不太舒服 断里面的痛苦之处呢 就是换了一种痛苦之处 断完了之后啊 它蒸不掉这个子 这个很痛苦 现在那边蒸子是黑棋有力 如果白棋这一手棋能够蒸掉啊 能够提镜 那个还可以的 还可以的 但是第一时间 黑棋就可以先跑出来了 这个跑 跑的白棋很难过的 看上去好像白棋可以忍耐 白棋就虎一个 黑棋好像也不会继续跑了 但实际上这两个子啊 就如同是扎在白棋咽喉里的 跟鱼刺 很讨厌 作为白棋来说呢 将来也不大可能 再花一手继续把它吃掉 因为你再吃 也不如这个 也不如能提镜的 这么一个效果好 那不补的话 黑棋将来这个局部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我们后来 我们摆到后面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些借用 对于白棋来说呢 都是很郁闷的事情 非常郁闷的事情 所以这个棋 如果是我下的话 可能当初这个虎还挡在外面算了 那再往前推的话 我就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下法 好 先成这样 这个局部也算告一段落 黑棋小间 因为小间我也稍微有点没看懂 没看懂 我觉得这个棋可能还是要防守这边 因为白棋这里相对变得厚了 变得厚了 所以黑棋让它厚上加厚的同时 再扩张一下自己的脚步 应该是可以考虑的一手棋 没错 这边毕竟人家刚逼了一下 下一手明白了要打入了 打入 可能陀佳琪也是一高人胆大 自耐力大 就没有去理它 但实际上这手棋走在这 应该是正常的范围 他如果说走这个的话 接下来白棋硬的话 那黑棋再走两个棋 其实如果你可以变成实地了 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 同时这边由于白棋已经很厚 黑棋也不可能有什么文章做了 所以黑棋这么下的话 比较符合棋里 没错 真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吧 对 但是他没有这么下 不知道是不是准备好了 等人家进来他有什么招 其实陀佳琪的棋 真的是喜欢作战的 我们经常说他自视力大 也不是完全的开玩笑 他确实是喜欢作战 但是这种棋明明自己有一点缺陷 而不去补 以期待对方打入进来 来进行的作战 显得有些不够自然 没错 实际上他实战兼白棋当然只有打入了 我们说从心情上来说 陀佳琪是欢迎作战 甚至是欢迎对手来挑起作战 可是有的时候 在自己薄的地方补齐 这个不丢人的 作战实际上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挑起作战 最好是在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挑起了作战 实际上这个尖是一个普通的搭场 而白棋实战打入进来之后 这个局面在局部还是形成了白棋有力的这么一个子力配置 在这个局部的作战 黑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便宜好转 对 因为白棋他有背景在这 对再加上这一虎有后台啊 这地方白棋显然是有后台 这人家都等着你的 然后黑棋现在再寻求出来作战 这个棋显得有点僵硬 稍微有点僵硬 踩一个 飞一下 飞一下 行 然后剪出 黑棋这先压一下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力 然后再飞回来 这个局部大家差不多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也是正常的一些交换 总感觉白棋这个打入出来 由于还带着黑棋不活 这个棋对于黑棋来说 现在就不是很开心了 而且白棋这块棋比较容易处理 总的来说 它底下可以坐眼 然后头也抬起来在外面 随便你跳就出去了 也不太好照住它 是 所以这个打入还是很轻松的 总体来看 还是有价值 很有价值 起码我们刚才黑棋飞的时候 这地方是黑棋的木 对 黑棋这些 二十木实地被人破掉 多少还是有点心疼的吧 对 这棋 王老师我在想它 当然这个下法可能比较直接一点 是不是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其实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如果我下的话 甚至于我就会断 断的话 其实黑棋没有什么办法 黑棋只有吃 黑棋只有吃了吃 这个也不能接受别人的这么一个积蓄搜挂 吃了吃 白棋中央补一个 这个其实也完全可以考虑 还是挺大的吧 把这两个子断下来 虽然说本身断没什么价值 但是如果把人家两个子吃掉的话 这个肯定吃掉了 这个不敢跑了 是啊 有价值 这样难道他还觉得不满意吗 我觉得挺满意的 其实 对 我很赞同你的这个段的下发 实际上我自己 在做今天讲解准备的时候 因为也研究过棋谱 我觉得这个断可以吧 看不出有什么不满意的 对啊 也没想到说 黑棋难道说这中间这两个字还要跑吗 那脚上先要被搜刮了 不会 这个跑起来的话 先被断成两截才跑 就太痛苦了 实战我觉得 孔杰之所以没选择这个棋 不是他觉得刚才那个图不好 是他在这个地方漏算了 漏算了 他实战这个肩呢 他肯定实战以为是妙手 以为是妙手 但是实际上这个尖的时候 黑棋有这个鱼形的妙手来防守 本来如果黑棋没有这手棋 我觉得孔杰肯定是误算这手棋 孔杰肯定以为你现在就AB健合了 对 如果你力的话 我再断那便宜它更多了 那更好了 你就更不好下了 你要是不走的话 以后被斑毡 局部还要被搜刮得很惨 这个是孔杰的想当然 或者说如果我尖的时候 你只能火 这一火进去它更棒了 火进去白棋自身火了 黑棋变成孤棋 没错 那这个棋 黑棋就马上就进入大苦战 这个棋就跟输也没多远 很难下来 但是偏偏这个局面下有点意思 黑棋走了个钉四的局面 这个钉四的恶行 在常规局面下 这个都是不可考虑的形状 但是今天陀佳西下路这部棋 确实是这个局面下 唯一的防守的好棋 如果没有这手棋的话 真的形成刚才任何一个局面 黑棋都崩溃了 没法下了 所以我们从这手棋看出 这个确实脱下棋很厉害 很厉害 实战的时候 能够发现有这种感觉 并且游泳器把它下出来 这个确实都是高棋 很厉害 这个时候白棋看 断不掉它了 如果它唬进去 会被黑棋打断 对 现在不能虎了 现在虎被打了冲出来 黑棋白棋反而崩溃了 所以我估计它 孔杰有误算 实际上这个棋 如果早知道 如果不断的话 还不单立呢 单立如果你虎的话 我就还是拐进去 虽然比这个形状差一点 但是起码能够让对手不活 也是有收获的 这样的话就形成对跑了 两个人都没有活 对 这个棋 弯在这 弯在这好奇 现在白棋稍微有点小麻烦 有点难受了 他在这虎了一个 是 黑棋不给他借用 就退回来 然后再立下来 对 因为白棋这个虎 已经为下一手虎进去做准备了 像这个地方 这都是属于双方的命门 这个棋关系到双方的根据地 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极锁剩余大厂 其实什么是极锁 什么是极锁 可能棋友们都不一定 有时间去思考 有几种地方 是铁定的极锁 一种就是像这样的双方的根据地 大家可以从这个局部 举一反三去想一下 你在实战的时候 是不是也碰到过这种局面 如果你不下 比如说你站个大厂 站个大厂 这个很大厂 这个地方虎 看上去没有几木棋 但是一下黑棋就变成枯棋了 白棋就变活了 双方的根据地 像这种地方 就是一等一的极锁 这要比一般的大厂 要厉害多了 这种就是极锁剩余大厂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但是可能棋友们要思索一下 除了这个根据地之外 还有一些交通线的概念 我们将来讲到棋的时候 会再去讲 极锁剩余大厂 这个棋是一种格言 是一定要记在脑子里的 立到这 这个黑棋立了之后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脚已经进火了 是 无论你下什么 你都已经吃不掉它了 同时的话 白棋在这个局部 已经不能作火了 对 这个一出一入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太关键了 白棋现在在上面震一个 对 这个局部 由于白棋的这一点点失误 白棋所获得的战果 也不是特别大 是 确实把黑棋的空打破了 然后自己也做了一个形状 还不错 挺厚实的 但是除此之外 你要说他有没有更多的收获 其实也没有 现在正在这 正在这实际上是一种下战术 对 这是一种下战术的行为 黑棋肯定要靠出来 黑棋如果就这么自己单纯的防守 就一下就会震扁了 对 本来觉得你如果回来一点 黑棋就算了 从这飞过来 但是你敢把头震到这来 我肯定是要把你靠断 对 这个就是契合了 布局到此结束 中盘战开始了 开始战斗 这个用于宾九段的话说 其实下棋开始那几十手棋 都是大家在摆摆造型 摆摆架子 你这个哈一下 我哈一下 反正差不多架子摆过了以后 终归要走到擂台中间 来拳头对拳头 来打仗一下 前面这些造型摆的过程中 大家其实都有值得上去的地方 但总的来说 也没有人把棋下得很离谱的 这么一个地方 当然因为是两人水平相当 如果说有差距的话 你可能下完一个布局 你就不行了 是 其实于宾九段对这个局面 了解的也是 看得比较透彻 于宾老师好像也是第一届 这个曲州兰克杯的冠军 没错 那一届比赛人数不多 是一个相对来说 好像上一个邀请赛 对 后来就变成了正式比赛 而且现在奖金非常高 是冠军是50万人民币 很厉害 非常高了 第二届的冠军是古丽九段 第三届是谢赫 谢赫 今年是第四届 没错 50万很多 下次我争取好好下一下 没错 非这个 拐出来 把这接上 长出 这个倒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大家先出头 要作战先出头 是的 这个要是不出头的话 你就谈不上所站了 就是被别人麻袋一照 咚咚咚一顿乱钱就挨揍了 就只能先出头 白旗这里需要补齐了 不然的话要被盖禁止了 对 要不这个旗 要不走这个的话也出不了头 你跳了就不行了 你只能带病 对 刺一下 如果你接上的话 它就可以走得更舒畅一点 是 先压一下 嗯 嗯 很建立 针头 嗯 这个头很厉害 不仅要出头 还要去争那个入府 争正面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嗯 白旗把这个断掉 对 这个断 确实也是有必要 因为如果不断的话 下一手由于有 靠 如果有 如果要是不补的话 这个旗被依靠 嗯 又麻烦 对 呃 现在白旗断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刚才我们说这个脚是活的 对 呃 但是呢 虽然是活的 但是接下来呢 白旗会把黑旗搜刮得很厉害 嗯 而且跟周围呢 也有关系 那么接下来 黑旗这个旗到底是补还是不补呢 对 我们进一段广告 一会儿回来 嗯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 是陀嘉西和孔杰的对局 呃 刚才呢 正讲到这里 是 白旗呢 刚刚断了一个 是 那么接下来这个脚呢 它不补也是活的 嗯 但是这部旗很大 究竟要不要补呢 是一个问题 嗯 对 这个主要是得点目 是 它实战选择的是补啊 实战选择是补 那么这个扳接呢 它的逆 它的价值呢 是逆筹15目左右 嗯 扳接完了之后 以后再扳再拖 黑旗可以把白旗的目数呢 搜刮到很少 对 如果你不走 比如说 呃 外面走别的呃 白旗现在一手扳接 这个旗呢 虽然是白旗 不能够杀掉黑旗 但是黑旗比如说打持 嗯 然后白旗这个病是牵手 它可以并在这儿 它不是粘的 你要跳火 然后以后它再火啊 然后再扳 这个总共的价值 大概逆收15目到16目之间 那还是非常的大 很大 对 尤其我们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就逆收是可以乘以2的 对啊 那么甚至于说 可以说这手扳 有30目价值啊 是很大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判断一个局部是不是大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 参照物是什么呢 参照物就是看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没错 你50目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大的 无目期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小的 这是围棋里面呢 确实还没有没有这么一个很单纯的东西啊 没有绝对的东西 只有相对的 那这手棋的价值有多大呢 这怎么判断 嗯 不知道 这手棋实际上肯定是任何人都非常想下的一手棋 对啊 不管是黑还是白啊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跳或者走这个 甚至于大跳 就是要多吃它一点 是 我相信我加了这一道以后 如果它再跑 那我不客气了 那我要对不起朋友了 我只有先吃到了啊 而且再跑的话 这个风险很大 如果你再跑 这我确实要吃你了 但是你可能会其他的地方迂回一下 让我吃小一点 那么这手棋的价值究竟有没有30亩 实际上就是一个值得大家来推敲的问题了 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的质感 我觉得这手棋的价值应该不止30亩 嗯 所以说我对陀佳西实战的这个斑毡呢 持不同意见 不同看法 我觉得陀佳西多少有点太注重于局部的这个实力了 确实这个木树是数得出来是看得见的 是好判断的 年轻棋手对于这种地方呢 也比较敏感 对 他觉得这个价值很大 他可能这些东西 他对他来说判断起来有点困难 就这手棋 嗯 未来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或者说嗯 木树到底有没有大过这个啊 这个很难判断 是 所以对他来说呢 那不好判断的东西 咱们先不走 先走这个好判断 那这手棋说实话 很难赞同 很难赞同 他再大 他也就是局部的一个官子 对全局的厚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那这一手棋如果被白棋逃出来的话 那不仅是有几十木的木树的问题 而且对双方的厚薄那个影响是巨大的 嗯 所以呢 我当然我们也看过后面的一个局面啊 这个我们是从后来来看的 跟实战者呢 在当时做出这个判断 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 他实战的时候做难做这个选择 难度很大很大 我们从后面看呢 我们觉得这手棋还是小了 那是因为站在后来者的角度 对 判断起来难度要小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 陀佳基实战这个班间呢 有点问题 这个是问题手 实际上这个也给黑棋后来的局面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看 白棋飞出来了 白棋飞出 先打吃一下 先打吃一下 嗯 然后再飞 他这个团吃呢 他把这个白棋的眼破掉一个 但是呢 自己没气 放弃很难讲 对 也很难说 其实白棋把这三个吃了 这个眼关系也不是很大 然后跳 对 这个黑棋还得补气 实际上我们看白棋 简单的接触去走出来之后啊 黑棋在想吃白棋 那已经不现实了 对 断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而且黑棋自身有变薄的趋势 没错 现在白棋这个飞呢 是一个形状的要点 对 这一飞的话 我们看黑棋实际上自己啊 嗯 肯定是不如刚才走一手气 那个形状要厚啊 那应该说还差别还是蛮大的 嗯 因为他刚才直接靠呢 是靠不断 正好正掉了 是 他现在有了这个飞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断掉它 对 现在黑棋还得补气 实际上黑棋这个形状呢 是很有问题的形状 是不愉快的形状啊 没错 这个 嗯 我们现在就觉得这个气还是很 还是觉得中间这个大 对 白棋现在坚冲 啊 先坚冲 嗯 然后这个坚冲呢 对 这个坚冲黑棋只有只有放手啊 现在黑棋还是跟着底下爬的话 白棋就简单跳一跳 中央白棋一旦成为后市啊 这个棋 白棋就不太可能输掉这盘棋了 对 因为黑棋实际上现在来看啊 空也都很小 也都是二三路的空 白棋把这三个吃掉以后 这边已经有很大的收获了 关键是走着走着 黑棋这个太薄 以后遭到白棋 比如说中央什么拦断 来对你进行大规模进攻的时候 这个黑棋就是只有招架之功了 那这样 后半盘路还长着呢 这个棋 黑棋就把自己下这么薄 这棋肯定没有办法抗衡了 所以呢 这里一定要反棋 而且这个地方已经很坚实了 即使白棋挡下去 黑棋也不一定要硬你的 是 这个反棋应该说 通过这首棋 我们可以看出陀加西呢 他胜负感还是很敏锐 没错 这个棋也是唯一的拼胜负的方法 但实际上白棋也不是很怕 白棋靠 扳 好 先在这儿扳一下 扳一下 然后退回来 这个退是必须要退的 这个退也是威胁白棋的断点 然后白棋这个靠好棋 白棋这个靠住之后呢 黑棋在这个局面下 也很难有 就是一举把白棋给击倒的这么一个手段 很难有 比如这个扳是肯定不行的 这个扳白棋就简单往回一退 黑棋就完了 黑棋这个棋就没有下一手可以下了 走不动了 如果你接人家再一扳住 基本上没有任何收获 长出也不行 长出白棋一断 你一退这一条家 直接把这两个棋筋给拿下了 对 这也不行 所以对于黑棋来说 当白棋靠的时候 黑棋就只剩一条路可以走了 只有扳出来 只有扳出来 对 后面的变化也几乎是必然的 做这个 然后白棋把这个抱吃 这个黑棋很损 对 黑棋先送这么一个子之后 就是为了从这个地方来冲击白棋 虎 做这个 对 但这个棋实际上 由于白棋这个挤和这个打吃都是先手 黑棋也没吃掉白棋 黑棋只能从另外一个局部 这个局部再来纠缠 断白棋打吃 实际上这个局部 对于黑棋来说所得也是很有限的 没错 先卖一下以后再跑这个 然后白棋打吃 也挺痛苦的 对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实际上呢 也是 肯定不是很满意吧 就是确实有一些收获 可以吃掉一些东西 可这个 白棋联班 联班好奇 这个联班呢 人家如果接的话是有点过分的 如果接的那个力 这个对杀白棋确实杀不赢 但这个联班之后呢 黑棋就没什么办法了 黑棋这时候如果再跳 肯定不行 就是再往外弯的话 白棋再接 你再拐人家搬过来 这个黑棋杀器是不利的 黑棋这一点对于双方来说呢 对于孔杰跟陀加西来说都比较简单 这个变化呢也确实不是很复杂 就下成这样了 下成这样 对 其实下成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的收获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对 黑棋确实杀掉这两个子 然后把这边木树呢也增加了一些 但是白棋也提掉了一个 白棋变得非常的厚 这边呢也顺势的就把空围住了 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白棋的形式还是可以的 但总体来说 黑棋的这个反击呢还是下得不错 还是有收获 比底下单爬要好得多 那肯定 现在对于白棋来说 实际上就是要再做一个选择 再做一个选择 他实际选择的是班 那么班的话呢 实际上当黑棋监这个好棋 这样的话 白棋就基本上选择是弃掉这五个子了 弃掉这五个子来去精明中央 这个选择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另外一种选择的就是 干脆在这补一个 或许也可以 干脆补一个 等你退的时候呢 然后再选择从这边怎么去搜刮 白棋呢还是 黑棋这个毕竟没有完全活进 白棋可以利用攻击黑棋这个呢 来得一些利益 而且把这五个子救回来呢 已经现实先得二十木棋了 这个其实收获也是很大的 那实战班呢不是问题手 这个对于孔杰来说 这时候孔杰我觉得 多多少少有点优势一识了 他觉得自己还不错 有点优势一识 后面他马上下出了一部这个坏棋 那班是不是坏棋 班的时候呢 陀加西的这个虎呢也是好手 这一虎之后啊 白棋要想救回这几个子 还稍微有点难度 不是很好救 你比如说你单冲是不行的 走这个 再一击打 再打吃 在那街上你再多点拆一气 对 这是不行的 所以他只能单击 对 通常顶这个也不行啊 这只能单击 但是单击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顺势接这个 等你再吃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子等于刚才搬出来的子就送给别人了 这个其实也是不开心的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就算黑棋吃住 这个白棋也不太愿意 黑棋就是想下成这样 对啊 那白棋实际上还不单走呢 送给别人吃一个子总是没什么好处的 对 所以呢 黑棋 黑棋虎这个时候 白棋肯定是要在这边走起 打吃 对 这个打吃呢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说是这盘棋的败招 是吗 对 实际上这个棋 对于白棋来说 至少它可以藏在这里 它为什么不藏在这里呢 打吃这个实际上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这黑棋在这个局部 还能折腾出什么起来啊 这个藏肯定是先手 下一时候这个棋就成立了 你还得补齐 对 就照白棋后来实际呢 同样是尖刺 黑棋要再想 去倾销白棋这块控呢 实际上就变得要困难的多了 现在黑棋如果普通的结实不行呢 白棋一飞这个围住 这样的话围住 那黑棋肯定是输了 对 因为我们等会儿就可以 跟实际做一个比较 那个差别是天壤之别 可以说是 没错 天壤之别 这个子放在这里的话 至少已经 这一线的木数已经少两木 差很多 不说别的 关键是 它差的不是这两木 就是当在尖的时候 吃在这儿在尖的时候 黑棋就不那么老老实实硬了 对 黑棋按实战的 那么去搜刮白棋 那些手段都可以成立了 这个跟我们摆的 这个长的变化 这个差的太多 太多了 是 本来我觉得确实是白棋一系列 由于黑棋这个班战 下了坏棋之后 白棋在中央先走了 得到这么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的先手 那个之后 白棋的形式应该是不错的 其实 是 但是这手棋很坏 这手棋很坏 走完了以后 这时候白棋再次的情况 走不到了 对 黑棋不会老老实跟那样 黑棋这个先飞很舒服 先飞 然后再跳 这个很舒服 这个年轻棋手真的是很敏锐 你稍微有一点 稍微退缩了一点点 它就立马就冲上来了 是 这个时候 白棋确实有点难办了 这个形状 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这两个子 就跟鱼刺一样 扎在白棋的喉咙里 看上去没什么用 但实际上走着走着 它就发挥出它的作用来了 你看现在这个棋实战 它选择的是这个尖 但这个尖的话 我们后来可以 等会可以看到 味道非常的坏 是的 客观来说 从实战的角度 也就是因为 后面黑棋有一些好手 把白棋给搜刮回去了 其实双方这时候的差距并不大 对 这一个局部 黑棋占了一点点便宜 就很难办了 白棋就很难办了 这个棋可能 确实也很难补了 走在这儿也有问题 走在这儿这个形状 以后人家搬什么的 这个形状也很讨厌 总而言之这个棋就是不舒服 所以这个棋 它长在这儿 这个差别太大 长在这儿的话 你这手棋你伸不进来 你不敢走在这儿了 走在这儿人家直接搬出来了 你要走在这儿的话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飞住就好了 你这个棋总是欠一手的 黑棋自己的棋形 还是有点健薄 它不敢随便往里冲 这个地方是有断点的 是有断点 你要往里冲得太明显了 那这边也要小心 对 但是它这部棋 走在这儿就没有问题了 人家飞 你什么棋都没有 对 你断掉 什么棋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只能解释 只能解释孔杰优势意识太强了 他觉得抱吃在这儿 味道好 味道好 要赢 这个抱吃实际上跟煎的饭的错误 这种类型差不多 就是过于坚实的 孔杰的棋 他本能的喜欢那种特别坚实的棋 不给对手留接用 有毛病的棋 关键的时刻 撑了一下 就那种勇气 要去强撑了一下的勇气 弱 这个棋明显应该撑在这儿 明显也撑在这儿 实战是下成这样了 对 现在关键这个棋 就两军队垒 你往后撤一步 那就不是一木棋的事 你撤一步 那个就是一泻千里 而且撤完一步之后 你接下来还得继续被一个棋 撤完了以后 就是那个就退不成军了 后面还要被很多很多的搜刮 一会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搜刮对于白棋来说 都太痛苦了 他小尖了一下 先先手 然后扳一下 根本就不硬了 对 根本就不硬了 不过这些也确实都是先手 扳这个很机敏 扳的确实不是绝对先手 但是如果不理的话 下一手黑棋几个是先手 再顶进来 木树价值非常大 没错 所以白棋还是要硬 先扳到一个从观测角度来说 黑棋稍有所得 然后再跳到这 这棋就变成细棋了 现在双方就真的是差不多回到同一棋跑线了 因为木树比较多 我们在自己研究的过程中的时候 现在这个棋还是变成细棋局面 黑棋就不一定落后了 由于白棋味道有点不好 甚至于黑棋可能已经还不错了 由于刚才那一项 就是这里差这么一点点 是 这一路之差 这个差太多 差太多了 差不起 这个差别有点过大了 所以说千万不能在优势的手底下手软 绝对不行 经常我跟学生们在一起聊天讲题的时候 我经常说什么时候最危险呢 就是当你开始有优势意识的那一瞬间 那是最危险的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是你的神经开始放松 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也就到来了 对 本来你没觉得自己有优势的时候 你什么棋都计算的是最凶最强的下法 那样的话 棋反而容易下得好 容易把这个最佳的变化下出来 可是当你有优势意识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就是意有感觉的这个第一步棋 很可能就是恶手 对 孔杰其实也是这个抱斥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他事后如果反省的话 他也会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他这个水平犯的错误 但是人往往是容易输给自己的 没错 我们经常说你赢的一个冠军 不是说你战胜了多少多少棋手 实际上你战胜的是自己 像这种棋也是输给自己 犯下了自己不应该犯的错误 因为咱们还大部分棋手没有李昌浩当年那样的实力 没有说他能把那一点点优势保持到最后 他能掌控住 如果你有那个本事 那可能你稍微对 其实李昌浩当时强 也不仅仅是他的技术上的水平强 就是他的心理操控的这种能力确实要厉害 他能够第一对形式判断判断的很准 第二他能够克服自己所谓的这种心理上的弱点 这个是他抢的一个原因 看他跳 然后把那个打拔了 这个很大 10目以上的价值 然后黑棋拖 黑棋拖其实从常规角度来看应该是先手 下一手搬也是价值很大的 但是这个局面下 如果白棋这么就是跟着硬的话 确实也有点不甘心 白棋觉得黑棋这边有点薄 现在搜刮黑棋这边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打吃完了 白棋可以拖先吗 是不是有点危险 不能拖先吧 这个味道太坏了 这个肠是先手 那绝对不行 对 他打吃了顶再打吃这个 这个应该不能拖先吧 拖两下就行了 对 这个味道太坏了 估计拖两下就行了 所以他干杯不走了 他先搜刮这边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 挤一下 然后再挤 对 这个其实如果白棋在这里能够真正下出比较漂亮的搜刮手段 或许胜复还是很难说 那点这个点这个是好奇 点这个是不错的 如果他沾上他就冲过来把这两个子吃了 对 还是挺大的 但是顶的时候呢 顶的时候可能我们从后来的这个研究来看啊 可能还是冲过来好一点 冲过来的话黑鞋要挡住 要挡 然后拐一下 先拐一下 再接上 再接上 这样的话有收获 起码以后挤的冲 像这种地方的斑毡 你是都走不到了 这个还是有点收获的 而且上方可能还多少会有一些薄 比如说将来我从这地方过来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可能会欠一点期 是的 所以这个看上去走了个后手 但是实际上价值很大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应该是还是戏器 可以是下场戏器 这个时候孔杰已经独秒了 这个很难判断 对 对于他来说呢 他点完了以后这种棋啊 本能的就是 除非真的是赢很多了 不用什么判断 不用去冒什么风险啊 否则他本能的就想冲 因为这个时候我相信啊 我相信孔杰他已经怎么说呢 觉得自己不是太妙了 对 因为像这种地方 如果他觉得赢的话 他就会跟着硬 对跟着硬是味道最好的 最厚实的下法 嗯 这时候他既然觉得自己不赢了 他可能本能的就不愿意选择这种过于平庸的下法 确实如果这么冲过来几下呢 收获也不是特别的大 对 但是会比他后来好 会比他后来的结果好 他会吓得比较凶悍一点 对 调最凶的下冲出来 对 给黑棋制造一些麻烦 看看你在这一袋要怎么收拾 是 这个时候呢 尝一个其实也是很心碎的一手器 令人很心碎的水器 这棋很想跳 但是跳偏偏就不成立 跳被人挖毡以后 这个棋就是跑不了 看上去 黑棋这个左右的破绽很多 比如说白棋尖 沾上 这一段 对这一段 这棋好像就是跑不了 打着是接上 这个很痛苦 很痛苦很痛苦 已经跑不掉了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变化 白棋最强的是这个 白棋最强的是打了尖 这样他就接上 就接 当你断的时候 我这边可以充两个长器 没有用 对白棋这个单家看上去是手机 但是不行 因为黑棋这个团是先手 下一手直接从这把白棋给打死了 你要是硬的话一虎 白棋脸还是死 这棋看的白棋确实挺心碎的 怎么都跑不掉 对怎么都跑不掉 就差那么一点点 本来的话其实 如果能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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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是不错的 不能跳只能长 但是这个时候长的话 黑棋这个强受 这个被黑棋这么夹住的话 白棋这个真的是面临巨大的难题了 这个我们跟着看 只能冲 白棋这个确实也没什么选择 只能冲 逃跑只有这一条路 先冲 先冲 选择是在后面 只能这么下 这样 这样 然后先冲一下 这个是白棋的 这其实都是打僵的下法 对 后面的下法 白棋面临很痛苦的选择 压住 白棋实际上很想贴这个 贴这个行吗 贴这个 倒不是行不行的问题 就是便不便宜的问题 贴肯定 黑棋这个死还是死了 是跑不了的 但是这个局部以后 黑棋冲凉下的时候 打拔又是变成绝对牵手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挺舒服的事 关键是黑棋现在保留拐持长气 就是黑棋先不走 这个长气之后 外面几下都是先手 黑棋很厚 黑棋先保留这个以后 先冲 先冲 先冲了拐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这种冲了一拐 真的是 心态很崩溃 很崩溃 肯定在后悔当初 这招怎么会下成这样 现在如果你团的话 这个被简单一尝 然后打吃嘟嘟嘟 全都杀进来了 白棋的空就被扫荡一空 全都杀进来了 这个棋肯定不行 不能这样下 所以估计白棋还是只有这样下 顶住 还是只有顶住 对 可以先挤掉 先挤不挤 关系也不大 反正你也得 对你得吃 再断还是一样 对你还是得沾 这以后就算是白棋可以先煎到 算白棋先煎到 反正被我煎了 那这样的话 黑棋就不从外面这么简单的收了 黑棋就冲两下 把你的空冲掉 然后再打拔 这样下的话 估计白棋也够强 估计也够强 这个黑棋小尖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小尖 大吃的走走走 贴住 长出四口气来 确实是尝不出来 尝不出来 我们这一带要受损 实际上 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出了一些苗头 白棋之所以输棋 还真不是输在这 主要就是输在这里 就是刚才这一下 对这个地方的手段 白棋简单的这么一走 简单的一走 对于黑棋简单一走 对白棋来说 这个打击就非常的强大 他只要先挤一冲 那他实战最后选择的是这个 压在那边 在这个呢 可能就是厚是厚 但单从目数上来说 可能还真的不如我们做这个 因为等会我们可以看到 对黑棋一度搬的时候 对于白棋打击是非常大的 是啊 这一般的话 而且他可以单搬 他不是说这个打两下 然后再搬那你只能弯 但是他单搬的时候 由于这两下是决先 你只能弯在这 是这个很痛苦 我们看他四驱车是先搬的吗 他先挤的这个是吧 他先挤的 先挤 挤的只有挤的时候先煎了一下 对先煎了一下 要不然煎走了 大吃 团住 团住 沾上 沾上 那沾这时候 黑棋简单的冲了这个冲了冲 这个冲了冲 实在是太痛苦 我觉得我现在很能想象 对很能想象这个棋 在实战的时候 那时候心情肯定是郁闷的无以复加 是的 悔恨了 就是一开始 这就真的不能软 对 软一步以后对手不是说就算了 你软了一步 你服软了 对手不是说好那就算了 大家和平了 得送进尺 他不平的会欺负你 对 这个棋就是要顶着牛的时候 日语有一个围棋术语叫契合 契合指的是原 这个术语原本出自相扑 相扑 指的是大家顶在一起了 谁也顶不住谁了 这时候谁的那口气先松一下 马上就是兵败如山倒 就被对手推出圈外了 完败 那就是 没错 所以这个棋 孔杰我觉得还是状态有点问题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的棋下的都这么紧 每一步都撑得这么满 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个就是新世纪的围棋 这个新世纪的围棋就是这样的 原来大家都比较平和 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点到为止跟武林高手似的 嘴上说说就行了 现在没人跟你玩嘴把事 你就是得拿出招来 你就得跟我 你觉得你高 那你就得拿出最强的招法来 像这种地方 在没有对手压迫的情况下 自己突然间软了一下 孔杰他就输在软着一下 是 就很多棋都是这样输出去的 对 看这拐在这的时候 这没办法 这还是只能硬在这 没办法 这个定型跟我们刚才摆的那个 就差不太多 粘回去 先手把这个断尺吃下来 是 然后这扳一下 得夹住 这个被扳一下太痛苦了 这个扳一下实在是心碎 这个太太这个只能这么忍耐 太太太心碎了 是啊 嗯 然后他 然后孔杰这时候 对这个扳一下太狠了 托加西这个扳一下太狠了 对 年轻棋手就是后扳盘特别强 像这种地方 对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黑棋已经要赢一点了 对 黑棋已经要赢一点了 对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被搜刮 搜刮的太惨 虽然吃掉了黑棋这几个子 他外面人家都是先手的 黑棋自己也不少 对 那这个扳呢 还要继续去欺负人 继续去欺负 这个太狠了 那白棋也没办法退让 首先白棋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被翻出来了 白棋要么退让就只有这个 那他太软了 那这个的话呢 就简直有点认输了 那感觉 这个就本来正常来说 你是有希望打吃掉的 是 被扳和退交换 又甘损两目 甘损两目 这个时候的两目棋 对于职业企业来说 那就是 那是致命的 那是致命的 所以孔节也只有 顶吃 必须得 顶上去了 对 但是吃这个的话呢 局势还是 紧张 这个黑棋现在闲 黑棋现在如果说不开截 就那么自己接回去 那黑棋反而要输 因为黑棋这手机 价值就能给你收了一幕去 对 强而要输 所以黑棋也只有开截 这个开截呢 一下就变得 变得比较刺激了 这马上就绷紧了 进入决一生死的截 这个是 黑棋拐打了一下 第一个截 这个反正是 这个拐打倒是不损的 看上去多死一个 但是尝了一口气 对 外面这几下全都是先手 可以收紧 白棋接上 对 接上之后呢 黑棋下的还很冷静 黑棋没有继续去开截 黑棋先把那个打拔了 那个打拔是先手 对 这个打拔是先手 嗯 这个打拔是先手 这个如果不走的话 有一夹 夹完了以后一跳 这直接要出棋 这要出棋 下一手断跟冲 冲过来了 要出棋 尝一口气就够了 所以打拔是先手 白棋只能立下去 白棋只能立 对 对这个时候呢 拖架西不依不饶 不依不饶 冲过来 冲上去了 对 因为现在其他地方 也确实没有什么 特别明显的关子 冲如果白棋 就这么虎回去的话 我可以接回来 对冲掉一下以后 又冲掉白棋两步棋 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如果这么下的话 白棋反正也是等死 对 也是等死 所以白棋肯定是要提截的 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比截了 嗯 提掉 然后白棋扳 对 这个地方白棋的节材 还倒还是有几个 嗯 但黑棋的节材更多 你冲 冲这个 是 嗯 挡住 是 然后提 白棋继续爬 白棋这个地方是它 最主要的一个节库 嗯 然后再提 嗯 那些挂一个 是 这个肯定的先手 有好多好多节材 然后白棋在这还不错 白棋材能一下有走三个节材 三个节 是 但是呢 但是这个陀嘉欣呢 是这样 他在开这个节的过程中实际上 他也计算节材了 对啊 不会说盲目的去开这个节 因为这时候他的形式已经不错了 他如果形式 如果节材不有利 那他不会开这个节的 然后三个提节 挤一下 找到第四个节 再提回来 这逐渐的走着走着呢 实际上 白棋的节材啊 已经 逐渐的铺结了 嗯 对 只有中间这里有两个节 嗯 嗯 然后再提节 对 这时候 黑棋这时候的节材非常的愉快啊 这是很自慢的节材 嗯 对 只有 是 提 提 这铺一个呢 几乎可以说是白棋正常局面下的最后一个节材 嗯 一提 然后再提 这时候黑棋在打吃这个 还是很愉快的接 这白棋必须得赢 太大 是 然后黑棋再提 这时候从常规的角度来看 找不到节了 是 找不到节了 但是刚才我们说过虎回去还是不够 打了半天结 因为在打结的过程中 黑棋并没损 白棋没有所顺 接上就可以了 那这个棋也没别的办法了 实际上 黑棋这地方还有其他节呢 对 所以白棋实战的这个叫吃呢 感觉多少有点这个球头场呢 就是找台阶的意思啊 他这个打吃 脱下气吓得非常的凶狠啊 直接给你拐在这儿了 他不是接那个 对他不是接那个 因为你这个确实也撞了一气 是 直接拐在这儿 这个结突然间就从一个官子的结 变成一个致命的结了 对 这个结打完了之后 官子也没什么必要收了 对 而且白棋现在不能提那个 被他沾上了 他全死了 对 你现在提摘上去就全死了 这肯定是不行 是 所以白棋呢 先提 先提这个吃是黑棋的非常自慢的节材 愉快的不得了 嗯 再提过来 这是真是结已尽 嗯 这个时候再打吃 对 这个打吃之后 你只有提 然后现在黑棋图雄壁线那首棋是在哪呢 是自己扑上来了 本来正常来说这个是绝对不能扑的 现在黑棋是欺负白棋 结材已经全都枯竭了 这是最后一个结 你如果现在接白棋如果现在接黑棋提过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啊 你满盘棋看不到黑棋任何一个杰材 像这种打吃啊什么 白棋没有任何杰材 对全都没有杰材了 没有任何杰材 嗯 所以嗯 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实际上 对扑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白棋又下了一手棋提 黑棋最后一手棋把这个抓掉 对 这个很舒服 下到这个呢 是最后一手棋提到这个以后 孔杰一看这棋确实没希望了 就认输了 太大了 这盘棋是八强战 等于托加西赢了这盘棋之后呢 进入了半决赛 进入了四强 是 没错 很精彩 是很精彩的一盘棋 那孔杰呢输得比较可惜也是 我觉得 就这里退让了一下 是是 差这么一点点 一点都不能让 我们通过这盘棋 后半盘 除了学到一些具体的定势以外 大家一定要记住 嗯 起码跟水平差不多的时候的下棋呢 对于职业棋还说是一点都不能让 绝对不能手软 水平相当的起手 是的 嗯 那这盘棋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梁 我们下周梁 非常好 谢谢大家 就是